您好 欢迎收看5月5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为了表达对母亲无情无尽的爱与付出的钦佩及感恩 在这个温情满意的月份当中 华联县政府5号上午10点钟 在县府大礼堂举行了109年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游县长徐宗蔚亲自到场加冕全县的模范母亲 华联县政府特地将一年一度的模范表扬大会 改变了办理席事 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了颁奖仪式 并且以餐券代替集体用餐 规模缩减确认温馨且不失隆重 这一次颁奖由县长亲自颁发代表 慈恩玉府的大礼石同驻讲座 并与所有模范代表合影 不仅代表县政府对于所有母亲的珍视 更是要大力表彰默默付出的妈妈们 希望子女能为母亲的生命故事深感骄傲 传承这优良的传统 真正传递爱与和谐的社会风气 妈妈真的是十八般武艺 要像牵手牵眼一样 尤其是无论是春夏秋冬 无论是一年四季 都是家里那个汤空 都是家里那个暖炉 更是家庭的润滑剂 这位常说妈妈的智慧 是随着孩子的成长 以及她担任每一个角色 不断的不断的进化 不断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不断的去克服人生的困难 而淬炼了她人生中的智慧 所以妈妈真的是 她壮的勇敢的向我们的中央山脉 今年所表扬的模范母亲 是由各乡镇事工所 各国际社团临选出来 不仅各自拥有着 让人动容的不凡生命故事 也代表着全县母亲们的 一抹慈爱光辉 我们徐县长一年一度 所举办的庆祝母亲节的活动 首先要怀文要恭喜 荣获全县模范母亲的所有的母亲 你们背后都有着非常动人的故事 尤其对家庭 对子女的照顾 我们都有目共睹 见受模范母亲代表13位 受表扬的母亲共27位 记者林杰华联市采访报道 提供